小绿叶产的漆地环境 产制高品质的蜜香红茶系列茶品 尤其这几年是朝有机栽培生产将近有200多公顷左右 但随着气候极端冲击 茶产业该如何应应 茶农以及农会是高度的关注 特别是邀请了茶改厂台东分厂专业的老师 面授机仪 各班的班员都获益匪浅 因为蜜香红茶它需要小绿叶产的吸食 那所以这个部分小绿叶产 我们是就是不用去防治它 然后在这个使用的制裁上面 也会使用就是不会去伤害到小绿叶产的这些制裁 那还是符合有机的这些规范 相当支持花东茶产区茶农发展地方特色茶的茶改厂台东分厂 也发现瑞瑞五鹤茶区有机茶在农面积飙速攀升 因此特别规划有机茶病虫害防治抗旱及田间肥培管理等课题 提升茶农专业智能与技术和产值 各班茶农获益匪浅 有今天给良茶来上这个课 让我们又更加增加的很多的知识 也受获很良多 虽然因为考量疫情而限制人数规模 但总案师黄胜黄指出 班员们也会透过班会来分享交流新知 在另外一方面既文丹佑讲习训练之外 农会针对有机茶产业也着手规划办理相关的研习课程 提升五鹤茶产业的品质 那我们瑞瑞香发展蜜香红茶已经有将近20年的一个历史了 那这些茶园在做 不管是友善的栽培或者是有机的栽培的部分 它的病虫害是越来越多 生态也越来越好 那如何保有我们这个茶园的一个健康的茶树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特地邀请茶叶改良厂台东奔厂 来帮我们农友来讲解一些相关的课程 包含一些这个友善环境该怎么样去做病虫害的防治 那期盼说能够达到环境 然后还有我们的农友的这个收入 还有我们茶树的品质能够达到山营的一个目的 十多年来财自然农法营造维护小绿叶产气地环境 到近几年逐步朝向有机栽培生产 瑞瑞五鹤茶区也获得农整单位的鼓励支持 目前五鹤茶区有机茶面积有将近200多公顷 农会总干事黄胜黄表示 透过专业的讲习训练课程增加茶农对有机茶产业的认识 进而提升在地茶产业的产值 增加茶农的农产经济收益 记者是玉兰瑞瑞瑞采访报道